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984集 到火了缓神 继续了 我们看到的空间封印又消失了 心中又急又惊 我们剩下的一群人就准备一边寻找空间封印位置 一边派人回去 舔雷成半酒瓶 可不等我们把事情商量完的这几个人就疯了 秦天立马看过 疯了 没错 那几个人就像是六亲不认一样 直接就动手了 现在我才知道 他们可能是被刚才那东西给影响了 可之前我们怎么知道了 那几个人突然出手之下 我们直接就被重伤了好几个 当时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那些家伙想要把我们灭口 所以急忙反抗 可谁知道到了后来 发疯的人越来越多 我一看不对劲 急忙我回撤 可跑着跑着我自己也没有知觉了 说到这里 饶渊庚的脸上还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他现在明白过来了 他们一群人应该都是被那看不见的东西给影响了 这雷霆之海之前发生过这种事情 还是说这种情况是在你们破开了封印之后才发生的 秦晨皱了皱眉头 想了半天突然沉声问道 饶渊庚本来还有些愣神 听到秦晨这么一问 不由得大意中 这没有啊 以前从来没发生过 你的意思是那些东西是我们放出来的 是从那空间封印中逃出来的 饶渊庚也不是笨的 秦晨这么一问之后 他瞬间反应过来 脸色立即变得苍白 那黑影以前从来没有过 可是等他们破开封印之后 才突然发生这种状况 如果和那封印没关系 那才叫怪呢 秦晨没说话 在没有看到封印之前 他也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光听饶元庚这么一说 恐怕十有八九那黑影和空间封印的破开 有极大的关系 那斗舞会的乌庸会长怎么样了 秦晨立即又问道 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斗舞会的人 呃 乌庸会长和我们公孙会长一样 第一时间就冲进到封印中去了 饶元庚一正 皱眉头 你难道是在怀疑勿庸会长 不太可能吗 当时斗舞会也有高手在附近 直接被炸伤了 而且剩下的人中也有斗舞会的人 当场就疯了呀 饶元庚皱眉头说的 秦晨摇了摇头 他现在也弄不明白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本能的就觉得那封印和飘渺宫 有着某些联系 但是 现在听饶元庚这么一说 又有些不太肯定 最关键的是 大家都看到了那封印中的圣经 斗舞会很显然是被飘渺宫暗中掌控了的 这个消息也必然是传到了上官希儿的耳中的 如果真是如此 上官希儿为什么没来呢 秦晨不相信 上官希儿会诞的圣经不感兴趣 想到这里 他立即就对饶元庚头 饶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空间封印的位置 难道你还想过去 饶元庚 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秦晨 秦晨点点头说道 不管是为了那圣经 还是为了弄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都要过去一趟 虽然那封印的地方很危险 但是我还是要去 如果饶兄愿意去的话 就和我一起 若是不愿意 也还请饶兄把地点告知陈某 陈某自行过去 这 我这是服了你了 饶元庚无语地看着秦晨 但是他也很快地就下定了决心 说道 那个地方很古怪 陈兄你若是一个人去的话 还真的是很难找到 我饶某的命是陈兄你救的 既然如此 那饶某就陈兄走一走 饶元庚这人 显得也是十分的爽快 虽然有些害怕 但还是答应了秦晨的要求 不过他心中还是有念头没说 那就是 虽然他可以自己回去 但是他不敢肯定自己 就不会遭遇那些无形阴影了 而秦晨呢 有对付那些阴影的办法 跟着秦晨 或许他的生存概率 还要更大一些 秦晨倒是没想那么多 阴定头道 嗯 那走吧 当下 在饶元庚的带领下 秦晨两个人迅速地 朝着饶元庚之前所来的方向 快速地飞掠了过去 有了饶元庚的带路 秦晨倒是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了 两个人的速度很快 那饶元庚 见到秦晨的修为 只有终极巅峰 一开始还想照顾一下秦晨 可是他发现 自己权力飞略之下 秦晨依旧能够轻松地跟上之后 立即就暗暗心惊 特别是这里的雷霆之力 普通中旗五帝都有些麻烦 可是秦晨却是丝毫无惧 这一道道雷光落在他的身上 他却浑然不觉 饶元庚立即明白过来 秦晨应该是隐瞒了修为了 最起码也是巨步五帝级别的高手 姿姿好厉害的实力 现在雷州外的舞者都这么强了吗 饶元庚吃惊不已 饶元庚因为之前浑浑噩噩的飞略 因此对回去的路也有一些迷糊 不过好在雷霆之海中 有雷海潮汐可以识别 而且他对一开始的路也有些熟悉 倒是逐渐地接近了目的地 在饶元庚的带领下 半天之后 两个人就接近了之前的封印所在 两个人接近之后 一道道轰鸣声不断地响起 然后秦晨和饶元庚就看到了 在前方的一片雷海中 三名五弟正在大打出手 不过他们的出手毫无章法可言 就是在那你来我往的出手 而且表情十分的木讷 是卢子安他们 饶元庚口中吃惊地叫出声 显然认识这几个正在出手之人 而秦晨也看过去 只见前面交手的一共三人 其中一个修为明显很强 竟然是巅峰五弟 而另外两人也有巨拨五弟修为 而三人体内的真元 显然是消耗得差不多了 十分的虚弱 在这里也不知道交手了多久 只是在那里表情木讷地出手 完全没有调动任何的规则之力 就跟扑腹打架一般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两名巨拨五弟才能在那巅峰五弟的手上活下来 否则的话 早就已经被那巅峰五弟给斩杀了 这几个人你认识啊 秦晨看向饶元庚 对我认识 那个最强的叫卢子安 是天雷城暗月的副首领 暗月是一个杀手组织 而卢子安在三年前刚突破巅峰五弟 另外两个 一个是行舟商会的普兴昌 另一个是地震阁的魏子阳 行舟商会是我们天雷城最大的商会组织 地震阁呢 则是最大的阵法组织 那魏子阳还是一名九级阵法师呢 饶元庚一边解释 一边震惊地看着三人敲手 脸色有些发白 他们三个是不是都被控制了 秦晨没有说话 只是一仰手 饶元庚对时感到了一阵阵的止肉 下一刻 他就看到了一道青色的火焰升起 化作了一轮青色的烈日 那烈日在秦晨的控制之下 显然是不对他进行攻击的 可是他已然是感受到了那恐怖的热量 饶元庚心中意境 好恐怖的火焰 他敢肯定秦晨寄出来的绝对不是什么地火 地火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可怕的危养 更加不是血灵火 难道是传说中的天火不成 如果秦晨拿着这一轮烈日来攻击他 他绝对也要小心应付 这火焰强大到足以伤害到 其他那种巨薄无敌 而后饶元庚就明白了秦晨的意思 在那青色火焰的灼烧下 卢子安三人都趴着那三道诡异的影子 这三个影子和三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就好像是化为了一体 当那火焰灼烧上来的时候 饶元庚甚至看到了三个影子露出了 丝丝惊恐的表现 没错 在饶元庚看来那就是惊恐 那黑色的影子明明没物观 只是一团蠕动的 如同章鱼一般的恶心影子 可是饶元庚却偏偏从他们的身上 感受到了恐惧 这 就是这东西刚才迷惑了我呀 饶元庚的脸上露出了恶心惊怒之色 同时也有些心惊 秦晨点头说道 没错 就是这东西 话音落下了 他的清廉妖火 已然是席卷了下来 要包裹住那三团影子 那三团阴影 顿时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嗖嗖嗖地 从卢子安三人身上冲起 要逃离着 秦晨立即用清廉妖火 包裹住其中的两团 可还是有一团 另外的方向 要冲出去 王八蛋 哪里遭你 饶元庚顿时怒从心起 抬手就是几道赤色的流光 打了过去 秦晨看得很清楚 那赤色流光 应该是某种火系珍宝 似乎是一张火番 威力 虽然不如清廉妖火 但是也达到了九阶级别 一下子 刺中了那一道阴影 那阴影顿时尖叫起来 虽然不曾被饶元庚的攻击击杀 但是却在痛苦地挣扎着 显然 饶元庚的攻击 对他也有一定的伤害 秦晨先前催动清廉妖火 将两团阴影瞬间毁灭 然后又分出一道清廉妖火 包裹住了那另外一道阴影 只见那阴影发出了一道残叫 瞬间化为了灰飞 饶元庚顿时有些尴尬 他的火系攻击和秦晨的火系攻击 比起来似乎差得有点太远了 忽然 秦晨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转过头 便在远处的雷海中 有几道黑影一晒而过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黑影已经消失了 秦晨的脸色有些难看 没想到居然还有黑影 隐藏在一旁 让他们逃了 他心中隐隐有些担忧 不知道这些黑影到底有多少 如果这雷海中还有别的武者 一旦遇到了这黑影 很难活下来 而且看到那黑影 居然连卢子安都能控制 秦晨心中更是呆眼 不知道傅乾坤他们 有没有安然离开雷霆之海 另外一遍 卢子安三人 在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后 纷纷盘袭而坐 急忙吞服下丹药 一句话都没说 第一时间进行疗伤 秦晨和饶元更也不急 在一旁只是静静地看着 片刻之后 几个人身上的气势 便渐渐地恢复了 之前几个人交手 身上并没有多少伤势 只不过是真缘消耗的很多 显得有些虚弱 因此恢复起来很快 不过五帝强者 最可怕的就是真缘雄厚 五帝强者能够沟通天地规则 无时无刻不吸收天地间的天地真气 在一定程度上 五帝强者的真缘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可卢子安三人竟然是在战斗中 把真缘消耗得七七八八 由此可以看出 他们之前交手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了 大约一注香之后 卢子安三人的气势彻底地恢复了 纷纷地站了起来 饶 饶元更 看到了饶元更之后 三人先是一愣 其中普行昌立即攻守道 饶府会长 先前是你救了我们啊 想到了之前的场景 现在回过头 三个人的脸上都有丝丝的惊气 哦 先前救下你们的并不是我 而是陈兄 我之前也失去了理智 如果不是陈兄 恐怕我也和三位一样 呃 现在还被他黑影控制着呢 饶元更 回想之前卢子安三人的模样 心中不禁露出了一丝丝丝的恐惧 对秦晨不由得更加感激了 陈兄 卢子安三人纷纷地看向秦晨 发现是一个根本不认识之人 顿时全都皱起了眉头 行舟商会的普行昌 立即对秦晨行礼道 多谢陈兄出手相助 若非陈兄 我们几个恐怕就危险了 虽然之前被黑影控制了 但是普行昌 对先前的场景 还是有一丝模糊的印象 知道 如果不是秦晨出手 他们三个就都有危险了 一旦等真缘耗尽的时候 那绝对会被轰杀在雷霆之海中 尸骨无存 卢子安和魏子阳 也对秦晨拱了拱手 那卢子安是场上修为最高之人 此刻修为恢复之后 脸上立即弥漫出了一丝傲然 皱眉地看着秦晨道 不知秦兄是哪里人呢 为何老夫从未见过阁下呀 饶元更笑着解释道 卢兄啊 陈兄刚来天雷城不久 在天雷城建立了一个叫黑修会的势力 他此行前来 就是受了我天学会 葛洪森副会长的拜托 来雷霆之海解救我们的 哦 呵呵呵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呢 陈兄年纪轻轻 居然就拥有这等修为 厉害厉害 老夫还要再次感谢一下陈兄 如果不是陈兄 老夫想要摆脱那阴影的影响 或许还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绝对没有之前那么轻松 卢子安笑着说了一句 秦晨心中立即就冷笑了一声 他看得出来 卢子安因为他修为最强 所以就有下傲了 还说什么需要耗费更多时间 就凭卢子安之前的模样 显然已经被那黑影彻底控制了 如果不是他出手 直到死都不可能摆脱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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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